关注到的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对华立场 此前呢在涉及俄乌战士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呢 有关于美国和欧洲立场不同 欧洲需要更多独立自主 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焦点 那么也知道啊 美国呢是不断强调自己与欧洲仍然是民主世界坚定不移的盟友 不仅仅是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 对待中国也是如此 而在今天在TTC也就是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技术理事会上呢 布林肯也强调了这样的说法 美欧之间没有间隙 他特别表示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和欧洲以及亚洲的关键伙伴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更大的一致 言外之一 现在啊我们的对华政策是在不断趋同的 没有出现分裂 但是问题就是趋同是更加趋于鹰派呢 还是更加趋于某一种中立或者呢是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一边 实际上呢之前来自彭博士的独家报道也为大家介绍啊 本来这一次会议呢是要发布一份声明的 但是在欧盟的要求下 在会议中有关于供应链的威胁和安全隐患的担忧中 特别是去掉了直接指认中国这样的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表达的是对供应链安全的某一种广泛的这样的一个担忧 而不是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反华议程 那么为什么布林肯在这个场合会表态中国以及啊会表态美国和和欧盟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越来越趋一致呢 美国和欧盟对待中国是不是去移植了还是的确存在结构性的不同 这一点我要请教和民先生 从这个机器会议和四方会谈 后来不能在习近召开在广州召开的会议里面 你就可以发现即算是在西方自己这个最核心的阵营内部机器 你都发现大家是没有办法意见统一 这个里面啊不是说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 不是因为价值的分歧 这个没有问题 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大家都是相同的 那么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相同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同 就是说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或者是意大利也好 他们不想跟中国之中争老大 他们也不担心呢中国成为老大 对于他们来讲 中国有一些人权问题 中国有一些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行为 但是整体来讲中国的这个市场到哪里去找 中国的这种制造业到哪里去找 那么大家由最开始的高调 什么冷战 新冷战啊 到后来的这个突高了 包括现在唱的这个去风险都发现一个问题 去什么风险 偷什么高 对吧 冷什么战 你都讲清楚 你得有定义 你不能犯法而谈 就是说包括经济协培 对吧 你都有需要的定义的嘛 没有清晰的定义使大家都只能唱高调 唱了高调以后你怎么办呀 对吧 你难道说口罩是中国生产的 疫情发生了这个危机 那我们就自己建立一个口罩厂 但是问题是你只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是靠中国吗 你现在全世界的起重机市场 这个港口起重机 你这不是在几个星期前报道过 对吧 780%是中国生产的 有人说这个里面可能装了这个电子仪器啊 随时把这个消息传递到北京去了 那不得了啊 或者上海 那太恐怖了 然后这个世界上的航运 中国的航运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挂中国的还是巴拉玛的 你已经占了全世界的市场 航运市场的70% 那你怎么办呀 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从中国航运过来的 或者是从哪个地方航运过来的 万一在那个鱼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万一在那个酱油里面装了什么芯片 你怎么得了啊 对吧 所以这种风险的这种定义的不清楚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什么去风险 对吧 你就怎么去定义啊 现在能够定义的产品到底有哪几个 能够定义的这种范围有哪几个 对吧 一般的行业不存在一个航天纲业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帮助 中国航天机也搞不起来 如果没有芯片 中国办到底就完蛋了 是不是这样 对吧 实际上是通过这样一种主观的 这种很粗糙的 基于对中国的强烈的不满和愤怒 所产生的这个政策 他没有定义清楚 没有定义清楚 但是你欧洲面临一个问题啊 像德国这种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 法国这种高大发达的国家 他怎么去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 对吧 你说习近平就要让青年去吃苦 那马克人能不能叫法国人民去吃苦啊 对吧 就是把一个退休年龄延长一点 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你遭到老百姓的反抗 遭到老百姓的抵抗 你怎么办呀 你能不做妥协吗 这个肖尔茨唱高调 对吧 你的这些企业 你这些器材工业怎么办呀 你不愿意 你这么了不起的这些器材工业 哪一点变成底特利吗 对吧 所以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西方应该想一想 自己是怎么成为一个富裕和发达的国家 除了法治和民主以外 还有根本的原因 以前靠的是殖民地 后来靠的就是西方的这种高度的工业的生产能力 但是你最终还是靠的是全球南方 给你提供的资源 提供的劳动力 提供的市场 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还是这样 全球南方还在苦苦的增在过程中间 阿根廷也好 巴西也好 南非也好 印度也好 甚至包括中国也好 仍然在生活水准来讲 跟西方有很大的差别 而这个差别正好是给了西方一个缓程 延续自己不那么吃苦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称高的有什么用啊 对吧 所以当年的柯林顿总统讲的很对嘛 笨蛋 经济 对吧 老百姓就不管你这个水中霸天下 老百姓解决的就是他的生活要不要受影响 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压力 不像美国 美国的资源那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 别的国家有美元吗 别的国家有美军吗 别的国家有美国这么富有的土地吗 别的国家有美国这样可以吸引世界的人才吗 所以美国除非是能够给德国足够的钱 给法国足够的市场 我拨音就不看了 全部用空气去占领市场 如果达不到这一点 那你这些国家 它是没有办法跟你站在一起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存在 谁都改变不了 无论是班人总统也好 未来的总统也好 都改变不了 刚才河明先生已经点出 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个话题 波音能不能取代空客呀 空客能不能取代波音呢 这就要说到美国和欧洲之间 往往大家在看到美欧民主同盟的时候 在涉及到国际政治问题上的时候 看到的更多的是一致 但实际上美国和欧洲 自己的这个贸易之间 也存在着非常多的摩擦 如果大家仔细细看在WTO 正在进行的这些案件 其实有很多是美国诉欧盟 或者是欧盟诉美国 这样的一点 大家平时在新闻里面 可能关注的比较少 其实这一次TTC 贸易和技术会议 叫贸易和技术会议 不仅仅是美国和欧洲 开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 更多的也是要解决 美国和欧洲 跨大西洋关系中间存在的一些矛盾 而其中贸易争端就是重要的一条 那我们知道 美国在通过通胀减少法案之后 是引起了欧盟非常大的担忧和反感 这个法律也让很多的欧洲企业和官员感到惊讶 认为其中的美国制造条款 是不符合现有的国际贸易法规的 可能会强迫企业 不公平的把投资转移到美国 从而损害欧盟的利益 因此欧盟官员希望这一次会议上和美国也就这样的贸易问题上 可以达成某一些共识 但是我们说商战商战 往往呢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对手之间有商战 在地缘政治的合作伙伴之间也会有商战 今天呢我们的饲养先驱报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一对矿市商战 在两个对手之间进行是谁呢 就是空客以及波音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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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